前面是北京大兴一小区附近 正在统计核酸检测的人 核酸怎么检测 需要多长时间 多少钱 我呢之前也没有接触过 现在正好碰上了 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先放一下我的自行车 看大家都拿着一张纸 这是在付钱呢 我给他们都看了 给我看一下我要看 行行行 行可以了 你直接去吧 截屏那种 你想买给我 钱交了 钱交了 这也没问题 后边提前 扫握维码支付 别在这儿 太大了大家时间了 你先等会等它打完了 排好队 排好队 等它绑了 然后女婶你干净 咱们没搭号的往后去 一会儿再扫码 走 把那个码拿着他一手上 让他们从那扫去 从那扫去 从那扫 从那扫去 够一样的码 这人是非常的多 人是非常的多 大哥 它这是核酸检测是吧 对对对 它这是针对小区的 还是 这是谁都可以 就是针对小区的 就是针对小区的 都可以过来 应该 因为有时候去过新洼地也多 没去就没事 对了 然后就是说你要是去过新洼地 它会通知你 还是说你自己来 今天你们还要去 检测的话多少钱 180吧 180 多长时间能出来 20小时 对 以后还能做货 听人说有的是60 70 半秒之 怎么180这么贵呢 180 看 180 哦 现在 你送牌吧 还等会呢 还等会呢 刚问了一大哥 说来这边检测的 都是去过新洼地的 或者是跟新洼地的人有接触的 现在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 还有这么多人都在等着 有的人都自带小凳子了 提醒大家 最近千万别来北京